大家好 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 兩大關鍵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比較靜 波幅不是很大 全日高開後慢慢回軟 曾經上過26,600點水平 不過升幅持續收窄 倒跌後來全日最後倒跌 雖然好在不多 17點收26,503點 成交縮757億 今天市回軟原因和汽車股比較弱有關 包括這隻吉利2.5% 一度穿上升軌 電訊股也一般 特別是聯通 今天跌成3% 成為市回軟的主要原因 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市剛才提及過波幅不是很大 主要是26,400點至26,600點之間上落 不超過200點 升高低點波幅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是和一連串大家在觀望中的因素 或者關鍵要點仍未有方向有關 觀望中是甚麼呢 其實觀望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情況 一方面是中美貿易談判 中美貿易談判 上個星期傳出好消息 因為市場因而炒上升 低位升了不少 現在開始大家一方面說升了不少 會否進一步上升 其一 其二有消息說中方計劃想和美國再談 另一段時間先正式簽協議 到時已經談好了 下個月習主席和特朗普總統簽 在智利會簽 現在傳出要再談些 大家開始覺得有些不明朗因素存在 擔心會否有些變數 這是第一個觀望 第二個觀望就是香港的情況 香港情況有兩點 一方面明天就是市政報告 會出甚麼措施 最近市場人士比較關注 在樓市方面有甚麼政策 特別是會否便宜公屋 或者大幅收地出現新的8萬5元 有這樣的說法 究竟最後會怎樣 會否有樓市措施透過這個 來紓解民困 以至令香港局面和政局 穩定下來 嘗試這樣的方法 這是大家在觀望 但無論如何 這個情況如果真的用樓市方面著目 可能對地產股帶來一些壓力 畢竟如果供應真的增加 一定有問題 第三個觀望 就是美國國會 明天就會表決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一看整個形勢 應該過的機會就很大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市場時都焦發了 這些法案本身過不過 其實都不會太大影響到市場 只不過大家在觀望 通過這個法案之後 中方會有甚麼反應 會否有反制 以至會否影響到中美關係 特別是月底再談 現在這樣的事情 會否令情況複雜 大家在觀望 觀望情況令到市場上升跌不太明顯 另外市場人士不太大動作 就是看兩個關鍵的變數 就是怎樣提及幾個字 兩個關鍵 這個關鍵是甚麼 就是看上證的走勢 會否出現其他情況 之前上證走勢比較帥 一直升上去 一早升穿了一百天線 而且破了下降軌 走勢很漂亮 但今天情況有點遠 今天跌回16點 跌0.6% 跌的前提就是 一方面PPI數據一般 顯示內地生產層面的價格 仍然有向下的壓力 這對企業未必是好事 另一方面CPI是強勢 因為豬價上升的關係 CPI去到3 在這個情況下 不多不少對上證構成壓力 今天上證的走勢 一枝陰竹 和之前一枝長手的陽竹仔 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有少許像是穿頭破腳的走勢 穿頭破腳在高位出現的情況 通常比較淡 所以大家留意關鍵的變數如何走勢 會不會從此 由高位有回落 甚至考驗100天線 100天線是比較堅實的支持 會不會再次考驗 大家在觀望關鍵的因素 第二個要觀望 就是銀行股相關 因為美國方面會出業績 銀行股方面 很多重磅股 從星期二開始 直至今日開始 裸露續續公佈業績 第三季的業績 包括摩通、高盛、富閣 以至基金公司布萊德 都會公佈業績 究竟在第三季全球經濟放緩 趨勢之下 究竟金融股會如何表現呢 特別是全球經濟放緩的同時 很多各地股市的新股 都是一般的表現 很多銀行股 同在新股活動裡 都參與其中 情況之下 會不會盈利受到影響呢 大家留意著 其中一個 大家會特別關注就是匯豐 因為匯豐都是國際銀行 剛才提到的摩通 全部都是國際銀行 如果業績有甚麼不對勁 當然會對匯豐有影響 但如果利好的話 這陣子比較強的匯豐 會否成勢抽上去 這也是大家的關注點 因為之前看到的圖 匯豐之前已突破了短期的下降軌 而用上升列可以突破 這個力度是不錯的 挺帥氣的 現在被100天線摘住 如果外資銀行股做好些 匯豐成勢向上 抽穿這條100天線 整個形勢好像有不多銅 畢竟匯豐最近 有很多北水流入 就是這樣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否出現匯豐帶動的升浪 大家都是後市的關鍵之一 所以兩個關鍵未有真的進展的時候 市場人士 今天比較忍耐住 不是太大的動作 看看恒登指數自己本身 還有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很明顯 關鍵是甚麼 就是100天線 不能夠守住 因為這兩天 昨天試過低位 試一試就彈回了床 今天也是在迫 又彈回頭 沒有跌穿 所以100天線是國企指數的重要支持 至於上面是50天線 恒生指數也是 看著50天線最重要 因為突破50天線之後 現在穩企在上面 如果能夠守穩 很有機會嘗試上這條線 就是100天線 最近恒生指數走勢 是相對穩陣了下來 休息後 有條件再試一試100天線 當然關鍵就是 剛才講的兩大 上映指數的情況 以至外圍銀行股 表現如何 都決定恒生指數 究竟是試下面的50天線 還是抽上去 再次挑戰100天線 初個看 向上的可能性是大些 整個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